我覺得這個議題喔 至於有感嗎 我相信蠻有感的 因為我最近胖蠻多的 真的假的 對如果有想要知道我體重的 下面可以留言 主要呢還是這邊提到說 接下來呢 在2035年 這個統計是說 全球會有半數的人呢 都是肥胖人口 這個是世界肥胖聯盟的一個統計 對然後他們這個聯盟就說 未來是其實會有40億人口 是體重過重的 尤其是青少年 還有這個兒童的部分增長率最高 那過去呢 因為肥胖增加了4萬億美元 就是4兆美元的開支 全球GPT也會因此造成了3%的損失 所以說其實這個肥胖 可能已經不是自己的事情了 還是整個國家社會 必須來共同承擔的一個罪惡啊 對因為這個3%啊 聽起來很少 但其實呢是4兆美元 4兆美元聽起來就很多了吧 對那這邊呢有跟不同的地區 我們來做個分類 他們提到說呢 其實啊這個高BMR影響GDP的程度呢 其實美洲國家是比較高的 不過剛剛提到說 在這個亞洲啊 還有這個非洲啊 其實肥胖是比較嚴重的 我想這可能跟這個 社經也是有點關係啦 對沒有錯 為什麼說到這個非洲 還有這個亞洲 其實他可以算是肥胖的增長速度 最快的兩個地方 其實還是跟他們的飲食 有相關的習慣 比如說我們說非洲好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 非洲人應該都吃不飽 都瘦瘦的啊 但其實在這邊 非洲來說 他其實胖跟瘦的 這個兩個極端的比率是非常高 尤其是胖的人在非洲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第一個還是跟飲食系統有關係 他們都喜歡吃高油高鹽 還有油渣的東西 而且他們的觀念 其實是認為說越胖越好看 尤其是在他們的女生的部分 所以說呢 像是在肯亞 他們就說有30歲到40歲的女生 有4成都是過重 都是肥胖的狀況 所以也讓 包括我們講的 不論是肥胖 還有所謂的相關疾病 不論是在 我們說的非洲亞洲 都非常嚴重 像肥胖導致的這個糖尿病 就在這兩個區塊 都是數字也是明顯偏高的 對那他這邊提到說啊 剛剛講說損失4兆嘛 4.32兆美元啊 居然跟這個COVID-19衝擊世界經濟 在2020年的時候 就是新冠爆發第一年的時候 狀況是一樣的 那剛剛提到的 包括這個非洲啊 或是西太平洋地區 應該屬於比較亞洲的部分 其實占GDP的量 其實非洲是比較少的 雖然肥胖人口多 但因為他們這個經濟的關係 所以其實這個占整體的占比呢 相較來說是比較低一點的 另外還要再來看的呢 就是這邊講到說啊 小朋友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我們剛好提到說呢 兒童跟青少年會竄生一倍嘛 其中啊 男寶寶還比女寶寶多 男寶寶居然是2.08億哦 而女寶寶是1.75億 簡單來說 是不是小男生要比較注意 其實整體來說 我會覺得大家可能都聽過什麼 小時候胖不是胖啊 尤其是如果今天你的小朋友給阿嬤帶的話 或是阿公帶的話 你會說哇 其實這個營養真的是非常不錯 但是我們要特別告訴大家一個全新的健康觀點 以前可能說小時候胖不是胖 但其實現在我們要告訴大家 小時候胖真的就是胖 因為會導致很多相關的代謝疾病出來 還有很多飲食習慣啊 可能後來是改不過來的嘛 那這邊有提到說 佔這個健康問題的花費也是蠻高的 所以呢 也是大家需要特別來注意的 而再來的呢 就是我覺得大家很喜歡的這個八卦畫面 這個八卦呢 是跟這個梅西有關啊 梅西哦 他老婆呢 在這個阿根廷他們的家族哦 在第三大城其實是有經營一個超商的 這個超商呢 然後卻在三月初的時候 遭到兩名的歹徒騎著電動單車 然後來開槍 他說啊 撿到了14個彈殼啊 所以預計可能開了這個14槍 你看玻璃都破了嘛 那他甚至發出了這個恐嚇留言哦 說哎梅西我們在等你啊 你跟市長講也沒用啦 因為市長也是毒硝 他保護不了你 對 而且呢 其實包括當他們市長說 他們其實有跟聯邦來反應問題 但是當局並沒有行動 但其實以這個地方啊 叫做羅薩里奧這個地方來說 其實他們也說是 謀殺率是阿根廷最高的 而且受販毒的活動集團影響 在這邊其實有很多的傷亡衝突 大家也很擔心說 那如果接下來這個梅西回到阿根廷 該怎麼辦呢 如果到他的這個相關 他這個阿根廷 可能相關的這個治安 還有他的人身安全 可能會受到影響 因為他接下來 他人目前是在法國訓練啦 但是他接下來會到阿根廷參加一場友誼賽 所以說到時候相關單位怎麼樣 維護他安全就值得 非常值得大家來關注 對 那特別是在這個氏族之後啊 這個梅西啊 一直都還是焦點喔 他送了隊友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蠻厲害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非常羨慕 黃金的iPhone 他這樣子長著這個樣子 其實跟一般iPhone沒有差很多 但他整個是黃金 是24K金的 然後他上頭呢 其實有背號 像這個呢 是梅西的 像就有他的10號 另外呢 有這個阿根廷國家的隊伍 上面有三顆星呢 因為他們已經是三次 這個世界杯的冠軍 所以三顆星刻上去了 另外呢 就是2022這個世界杯冠軍的字樣 那他是說35個隊友喔 一個人都有一台 啊我有上官網看 他在官網上的定價呢 是3000磅 大概是11萬台幣 啊梅西訂做的這個35台喔 是花了大概650萬台幣 非常的多 對 其實看起來會讓他覺得蠻羨慕 因為就是拿在手上 其實蠻威風的 而且的確在整個價值上面 你會覺得這些隊員 其實在整個球場上 辛苦 而且奮鬥 揮傘汗水的時候 而且拿到冠軍 又可以拿到這個手機 我覺得他們應該蠻開心的 梅西也真的是老大哥啦 畢竟這個所有球員裡面 他賺的錢最多 所以大方的送禮物 我想也是大家 非常高興的這件事情 而再來看呢 梅西大家都知道說 他最強的競爭對手 很多人愛拿來比較的 就是希羅了 不過呢 這一回啊 在這個世界足球先生上呢 希羅可是 略遜了很多籌啊 怎麼說呢 因為呢 希羅啊 其實五度獲獎啦 阿梅西呢 已經7度了 他們就差了兩次了 阿梅西是2022年的 世界足球先生 嗯 對 而且其實你要想想看 這兩個其實在 我們每次講到 世足賽的時候 幾乎都霸占了 我們所謂的新聞的版面 至少近10年 是這樣 對 而且其實兩個人加起來 有12座的這個獎盃 其實真的是 算是一個蠻 他們屬於他們的時代 可是現在大家也在討論說 他們的時代 是不是也終於要 呃 所謂的結束 因為 目前看起來的話 在去年世足賽 的確兩個人 在 所謂的賽事上面 當時就人家說 會不會去年的 世足賽 已經是兩個人 最後碰頭的機會 但結果 最後 葡萄牙出局了 爆冷淘汰 但是 阿根廷拿到了冠軍 所以當時就在 有人想說 哎 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戰 但是在今年年初 他們還是有在球場上碰頭 但未來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 至少在這個世界足球 先生的這個排行榜的比賽上 希羅是比較沒有機會 因為他已經加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球隊了 對 那事實上這個 如果我們看歷史來看 世界足球先生 在2008年之前 基本上呢 都是一甲或是西甲的球員 才有辦法獲得 那2008年打破這個規矩呢 就是希羅本人 因為他那個時候服務在英超 那接下來呢 他在這個沙烏地阿拉伯比賽 雖然說世界足球先生是世界的 但大家還是認為說 還是要在歐洲的球隊比賽比較有機會 那我們知道說 梅西目前還是留在歐洲的球隊 所以也許 明年還有可能 對 其實也許可能明年還是有可能 不過目前看起來 希羅是比較難追上 因為畢竟兩個人這樣子 五度獲獎跟七度獲獎 當中還是差了兩次 就看他們接下來在他們的球場 在他們的舞台上 要怎麼繼續的盡情的揮灑 好我們剛好提到 這個阿根廷已經秀上三顆星星的 來看一下他們這個球衣在場上 到底有多帥 高舉複製板大力聖杯在球場上繞行 阿根廷足球國家隊跟巴拿馬進行友誼賽 球王梅西再度成為焦點 這是阿根廷在士族奪關後的首場比賽 也是球員身穿三星球衣的首秀 不過開賽才16分鐘 梅西就被巴拿馬球員雙人飛鏟放倒 右膝蓋被對手的釘鞋劃傷 眼看梅西倒地阿根廷球員差一點跟對手引爆衝突 雖然掛彩比賽接近尾聲時 梅西終於破網精彩轟入一顆罰球 這是梅西在國家隊踢進的第99顆 也是他正式比賽踢進的第800顆球 梅西更成為阿根廷對時首位連續18年進球的球員 開賽前阿根廷球迷嗨翻天就像嘉年華一樣穿著球衣唱歌跳舞 但卻傳出有假票風波很多人無法進場觀賽 有小球迷因為看不到梅西拿著手上的假票直接掩面爆呼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看到這個假票啊我立刻想到就是Blackpink了 對其實在台灣我們講說不論很多的賽事或是演唱會 大家還是很希望可以進場共襄勝舉 但通常說到買票那件事難免會有非常多的討論 而且如果剛剛看到那個鏡的畫面 覺得那個球迷哭的好傷心 我想他應該會覺得非常失望 對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這個三星 我特別去看他們說其實在這個冠軍 拿這個冠軍盃的那一刻 梅西身上的球衣就已經是三顆星了 所以他其實已經是準備好他們早有準備 對然後另外呢原來他們就是你知道 畢竟好不容易才拿來這冠軍嘛 所以有幾次就一定要秀上去 我就去看了巴西是最多的 巴西有五顆星 因為巴西奪過五冠 然後再來呢就是義大利跟德國都有四顆星 所以下次如果你們看到球衣的時候 可以來數數看 這個球衣到底是真的也是不錯 對 以上呢就是本週的歐洲觀察 歡迎大家可以每週二都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我是張雨昕 我是彭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